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可以先翻開這個歷代之下 歷代之下的十六章 好 我要我們特別的看這個十六章的一段 這個第九節 第九節 耶和華的眼目辨查全地 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 好 我們就讀到這裡 可能我們知道這個經文 就看這個經文 再看一遍 這個經文是耶和華的眼目辨查全地 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 就從這個表面 這個經文已經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已經非常的有能力了 就是耶和華好像形容耶和華他到處都在找 不斷地在找他的眼睛辨查全地 然後他要顯大能 他要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 心存誠實的人 這裡呢 我找了另一個一本 我覺得這個意思比較清楚 就是這個新一本 耶和華的眼目辨查全地 一心歸向他的 他必以大能扶助他們 所以他這個所謂的 對他心存誠實的意思 更我認為更 缺缺的可以說是 一心歸向他的人 就是說誰的心屬於他 他就找這一種人 所以英文的版本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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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心 誰的心 忠心於他的人 心裡 就是歸向他 一心歸向 他的人 他找 他的眼睛辨查這樣的人 要幹嘛 要幹嘛 要付出他們 要顯大能幫助他們 Amen 所以 這個等一下 可能這個道理 先不要說太多 只說 我只說一點 我讀到這個的時候 給我一個 一個 又是一個挑戰 又是一個鼓勵 挑戰就是這個 一心歸向他 這個方面 所以明顯不是所有人 都得到這個方面的幫助 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 他的 他的兼顧 他的輔助 不是每一個人 他不是像每一個人 顯大能幫助他們 那像什麼人 反正是什麼人 我一定要做那樣的人 Amen 所以 這個就是 一心歸向他 全心屬於他 全身心 分別為神 真正的在 就是說 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你看 裡外都是一致的 而不是說一套 做的是另一套 對不對 常常都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 有一個寶貴的應許 就是 他要 顯大能 幫助 這樣的人 你需要他的幫助嗎 我們是不是需要 他 扶助我們 我們 是不是需要 他顯他的大能 幫助我們 那麼 那麼我們 有一個挑戰 就是 我們要做 一心 歸向他的人 心裡存 對他 心裡對他存 誠實的人 Amen OK 所以我先講 這麼多 這個方面 那麼 你看到我們 只讀了這個 經文的前部分 沒有讀那個 後半部分 對不對 因為 第九節呢是 還有一部分 什麼 你這是行的愚昧 此後 你必有增加的是 什麼意思 OK 所以我們要知道 聖經總是有一個 一個上下文 這個經文是有一個 語言的環境 是有一個背景 是有一些事情 在發生 所以首先我們需要明白 這個 這句話 這個第九節呢 那是出現在 這個先知的 一個 一個 語言當中 這個是 一個先知 在第七節 我們看見這個先見 就是一個 一個先知 哈拿尼 哈拿尼 是來找這個 這個 亞撒王 然後給他發這個 語言 好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是這個背景 對吧 有先知來講道 先知來給他發這個 語言 另外 雖然我們看到這句話 是非常的正面 Amen 這個經文是一個 非常寶貴的一個 應許 可是我們也要知道 這個出現的這個環境 是負面的 是一個責備 在這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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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哈拿尼這個先知 是在責備 亞 撒王 是在責備他 為什麼他要責備他呢 我們先看這個 十四章 我們來看一點 這個 亞撒王 是怎麼回事 在這個十四章 第一 我們就從這個第二節開始吧 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亞撒 是什麼樣的一個王 亞撒行耶和華 對了 還有呢 當我們看到這些 等一下我們要看到 後面那個經文 那個先知講那個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 耶和華如何顯現大能 因為這個不是好像 之後他才跟他講一個寶貴的應許 這個是亞撒王之前已經經歷過的 所以好像好像不是一個新的啟示 更是一個提醒 好像難道你不知道嗎 難道你沒有經歷過嗎 所以這個聖經很完整 他給我們這麼多的細節 所以第二節 亞撒行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的事 這個是很正面的一個評價 對不對 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以色列呢 還有優大呢 很多王都是壞的 亞撒這裡說他行 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的事 除掉外邦神的壇和秋壇 打碎祖 打碎著像 砍上木偶 吩咐猶大人尋求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 遵行他的律法 誡命 又在優大各成議 除掉秋壇和日相 那時國想太平 又在祖堅 又在優大建造了幾座堅固城 國中太平數年沒有征戰 因為耶和華賜他平安 他對優大人說 我們要建造這些城市 四圍住牆 蓋樓安門做宣 那個地還屬我們是因尋求耶和華我們的神 我們既尋求祂 祂就賜我們四敬平安 沒錯 我們已經看到了神給祂這麼大的平安 神祝福祂 我們也知道祂是一個在尋求神的人 祂是在尋求祂是在侍奉神的一個王 祂是個敬虔的人 而且呢 神報答 神賞賜祂的信使 祂的忠心 神賞賜祂的行為 祂的敬虔 祂的尋求蒙耶和華的祝福 而且結果是全國太平 Amen 所以這個神賜 神賜祂 所以祂是想通 亞撒的軍兵出自猶大拿盾牌拿槍的三十萬人 這都是大能的勇士 所以好像是各個方面各個方面大大的蒙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人是幹什麼的 祂是尋求神 敬虔神 祂去掉偶像 祂砸掉那些主像 祂是在行義 祂是替天行道 祂是敬虔要華的人 祂是要把全國的人都帶到一個尋求神的一個軌道上 而且祂正在做 所以結果是神賜給他們太平 賜給他們祝福 Amen 然後在第九節莫名其妙出了大問題了 什麼問題呢 有古诗王謝拉率領軍兵一百萬 一百萬呢 反正聖基說是一百萬 那前面我們看到他們的人也不少 但是沒有辦法打過一百萬個人 這個明顯是大過他們的能力 這個明顯是他們實在是沒有任何的辦法能夠得勝的 所以他們現在是面臨一個危機 一個生存的危機 不只是說等一下可能我們沒有那麼富有 也許這樣子可以接受 不實在面臨一個死亡的一個危機 這個是生死攸關的一個問題 生死攸關的 是到了這樣的一個地步了 所以他率領軍兵一百萬 戰車三百兩出來攻擊有大人 到了馬利沙 於是亞莎出去與他迎戰 迎敵 就在馬利沙的洗法 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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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擺陣 亞撒 你看 他是什麼人 他是虔誠的人 他是一個敬畏耶和華的人 信靠耶和華的人 所以在這裡他做什麼呢 他耶和華呼求耶和華他的神說 亞和華唯有你能幫助軟弱的 我已經知道 因為你一直在幫助我 我現在遇到了這個事 所以我期待 我期待你幫助我 你介入 所以唯有你能幫助軟弱的 勝過強盛的 亞和華我的神 求你幫助我們 因為我們仰賴你 奉你的名來攻擊這大軍 亞和華 你是我們的神 不要容忍勝過你 他明白 這個敵軍不是來攻打他 是來攻擊亞和華 因為他是尋求亞和華的人 他們已經聯合跟亞和華是一堆的 是一堆的 所以他遇到這個困難 這個威脅來了 這個危機來了 所以他知道 我求告我的神 因為我是祂的人 我們是祂的百姓 所以我來請求 它是非常的合理的 雖然這個挑戰 遠超過我們所面對過的 雖然這個挑戰是大過 一切人的能力 人的聪明 人的智慧能夠料理的 可是我依然在天上有一位神 這位神一定能夠幫助我們 定準能夠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剛才讀到哪裡啊 於是 但是這個不是別的 這個就是神的應許 應驗在祂身上 這個就是神的大能大力 掌聲出來 這個就是神的榮耀 真的就是神的幫助 所以甚至到一個地步 不是他們被追殺 反而是他們追殺這個仇敵 直到基拉爾古什人被殺的甚多 不能再強盛 因為拜在耶和華 這個是關鍵 在耶和華與他軍兵面前 為什麼耶和華與他們 跟他們一同去 這個營地 跟他們一同去出戰 因為他們是祂的人 而且他們求告祂的名 Amen 又求告祂的名 又仰賴祂 所以這個敵軍呢 被打了西里華 實在是不能夠再強盛 因為拜在耶和華與他軍兵面前 有大人就奪了許多財物 所以他不但是失去了他們的財富 或者說甚至他們的性命 反而他們殺對方 而且他們掠掠了對方的財物 又打破基拉爾思維的誠意 耶和華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懼 有大人又將所有的城掠掠一空 因其中的財物甚多 又毀壞了群處的倦 奪取許多的羊和駱駝 救回耶路撒冷去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那個應許 一心歸向祂的人 祂以大能扶助他們 Amen 祂的眼睛變差全地 難得找到這樣的一個人 Amen 難得找到這樣的一個王 所以祂要顯大能幫助 這樣的人 祂是信使的 祂正在做 在這個之後我們看到 亞撒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在十五章我們看到他的發展 這個真的是很鼓勵人 真的很鼓勵人 神的靈這個事情之後 這個大大的盛戰之後 有另一件事情發生 神的靈感動 俄德的兒子 亞撒利亞 亞撒利亞是個先知 他出來迎接亞撒 對他說 亞撒和猶大便要民眾人 要聽我說 你們若順從耶和華 耶和華 必與你們同在 你們若尋求他 就必尋見 Amen 這個已經因應了 在他們身上 他們已經經歷到這個真理 是真的 是真的 可以見證神的信使 可以宣告神 確實為我行了這個大事了 哇 這個核等寶貴的一個 一個應許 一個提醒 但是呢他也 最後也加了一點 他說 你們若離棄他 他必離棄你們 蛤 為什麼要這樣說 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 所以這個寶貴的應許 這個預言 這個鼓勵 來了 也是帶著一個警告 一個警告 小心 亞撒 你得勝了 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 因為你尋求他的面 所以呢 你們 若尋求他 他就被 你們尋見 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你們若 等等 從耶和華 耶和華必與你們同在 你順從他 你尋求他 你尋求他 就 必 尋見 可是 而且你之後 你之前呢 都是順從 也是尋求 但是注意 每一個真理都有一個方面 每一個 叫什麼 叫什麼 那個 就是那個 同臂 是吧 就是兩面 有兩面 所以 神的應許 神的信 神的恩慈 神的憐 神的憐 神的愛 神的榮耀 神的幫助 也有一個反面 也需要 知道 反面 因爲什麼 因爲我們 是人 因爲我們依然有一個 敗壞的肉體在我們裡面 因爲我們還在這個世界上 周圍都是魔鬼 都是黑暗 都是試探 所以我們需要 知道 我們 有可能 還能 跌倒 所以 給他這個寶貴的話語 也給他這個 嚴厲的 一個警告 我相信也適合 用在我們的身上 你們若離棄他 他必 離棄 你們 以色列人 不信 真神 沒有訓會的祭司 也沒有律法 已經好久了 但他們在急難的時候 歸向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 尋求他 他就被他們尋見 那時出入的人不得平安 列國的居民 都造大亂 這國攻擊那國 這城攻擊那城 互相破壞 因為神用各樣災難 擾亂他們 現在你們要鋼強 不要手軟 因你們所行的 必得賞賜 這個是先知的話語 所以這個亞撒王 聽見這話 和俄的兒子先知亞撒利亞 在俄羅斯的語言 就撞起膽來 都是正面的 都是應該的 在猶大便亞民全地 並以法連山地 所奪的各長江可賬之物 盡都除掉 又在耶和華殿的廊前 重新修築 也和華的壇 又招聚 由大便亞民的眾人 並他們中間寄居的 以法連人 馬那西人 西面人 有許多以色列人 歸向亞撒 這個才是 復興教會的秘訣 悔改 接近自己 尋求耶和華 不需要去 就強迫人進來 是他們自然而然 就歸來 為什麼 因為耶和華 與他的百姓同在 這個就相當於 有一個火 如果外面有一個 樓 繳火了 所有人都會過來 圍繞看 要來看 這個火 有火 在神的百姓 有神的同在 就相當於一個火 人一定會來的 神的靈會吸引人的 神的靈會動功 所以 但願神 讓我們有火 就有神的祝福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 但是相機說 因見耶和華 他的神 與他們同在 這個就吸引了他們 他們從那個 以色列那個 敗壞的地方 就跑到 這個有神的地方 不是他們去那裡 要說服他們 你們要來啊 因為我們那邊更好 你看 那個以色列呢 你吃不到這個飯 我們在友達那邊 有更好吃的飯 這個好像是很多 現代的傳福音的方法 你信主更好 你心裡會更平安 你會 那個 家庭會更和睦 是嗎 是這樣嗎 講理 是這樣嗎 小蘭 不是的 不見得 是因為 有神 不是因為 家裡和睦 我們信主 因為有神 神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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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同在是真的 他的聖結是真的 認識他是真的 經歷他是真的 得到永生是真的 天國是真的 這個是我們的寶貝 亞撒十五年三月 他們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當日 他們從所取的類物中 將牛七百隻 羊七千隻 獻給耶和華 所以這個是 全國的一個敬拜 你能夠想像 如果以你全國 不用說全國 只要全亞撒的 不用說全亞撒的 這全屁都一同來 敬拜神 應該是何等的奇妙 何等的一個榮耀 如果全屁都起來 敬拜讚美神 神的能力 彰顯在這裡 神的靈教官上 我告訴你 整個的 不但整個的 亞撒的要被 被震動 全國都要被震動 全國都要被震動 所以他們 他們就立約 要盡心盡心的 尋求耶和華 他們列祖的神 我要你們看到 這個亞撒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人 是個敬虔的 愛主的 付代價的 一心歸向 耶和華的一個人 所以他使用他的地位 為主的緣故 所以全國都蒙福 他們來尋求他們列祖的神 凡不尋求耶和華 以色列神的 無論 你注意 孩子們請注意 這個經文 凡不尋求耶和華 以色列神的 無論大小 男女 必 你被治死 不知道我們幾個孩子 已經不在了 如果我們實行這個規則 被治死 你不尋求耶和華 要被治死 這麼嚴格呀 你以為那個是嚴格嗎 現在更是 現在神已經定了 你不尋求他 你下一個永恆的地獄 被治死可怕嗎 我告訴你 你下一個永恆的地獄 可怕的 可怕的多 他們就大聲歡呼 吹號 吹腳 向耶和華 起誓 由大眾人 為所起的誓 歡喜 因他們是盡心起誓 盡意尋求耶和華 耶和華 所以我們在看到神的手 臨到亞撒王 因為他尋求耶和華 可是很可惜 十六章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已經看到了 尋求耶和華 並不一定一味著 敵軍不來襲擊 不來襲擊 對嗎 並不一定一味著 一直是一帆風順 這麼敬虔的愛主的 尋求神的人 也面對了敵軍 突然莫名其妙 就出來要攻打他 而且不止一次 所以在十六章 我們從這個第一節開始 亞撒 亞撒 亞撒三十六年 以色列王巴薩上來攻擊猶大 修祝拉馬 不許人從猶大王亞撒那裡出入 好 讀到這裡 那這個並不是空前的 可能是更 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稍微更大一點 從某一個角度 或者是更 不一樣了 但是 並不是 空前的 就是說它是有過這樣的挑戰 而且呢它得勝了 對嗎 其實從這個 兵人 就是士兵這個角度 好像沒有呢 那個原來是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 好像那個更大 但是 所以亞撒王 現在應該要怎麼辦 怎麼辦 根據我們的判斷 它應該怎麼辦 它會怎麼樣 一樣的一樣的 跟像是一樣的 求高耶和華 仰賴耶和華 等候耶和華 先知也會來 也會發預言 可能等到最後一分鐘 好像他們全部要被滅絕 盡盡的 可是反正最後一分鐘 或是提前 不知道 但是神決定 但是神一定會介入 一定會搭救 一定會 會救他們 脫離 這個 這個什麼 這麼國家的 叙利亞嗎 喔不是 以色列 一定會救他們 脫離他的手 Amen 但是我們看見第二節 於是亞撒從耶和華殿 和王公的福庫裡 拿出金錢來奉獻 是吧 要獻祭是嗎 來說 主啊我們把全部都交給你 因為你一定會釋放我們 對嗎 不 送於主大馬士革的亞蘭王 便哈達說 蛤 外國王 你要依賴外國王的勢力 你要依賴世俗的那個勢力 你要依賴喜氣的那個蛤 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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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對他說 你父曾與我父立約 我與你也要立約 不是說不要跟外邦王立約嗎 不要跟他們同父一二嗎 現在我將金銀送給你 他沒有等到他答應這麼迫切 說不定他就把錢收下 然後說我不去了 這個亞撒王到了一個什麼地步 到了一個什麼地步 現在 我將金銀送給你 求你廢掉 你也與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約 使他離開我 便哈達聽從亞撒王的話 哦 好像是神的允許 是嗎 你看神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來打救他的百姓 是嗎 我們接著往上看 派軍長去攻擊以色列的成義 他們就攻破以云 但亞白馬因和拿夫塔利 一切的激活成 巴沙聽見就停工 不修住拉馬了 於是亞撒王率領猶大眾人 將巴沙修住 拉馬所用的石頭 木頭都運去 用以修住 加巴和米斯巴 成功了 有時候我們的成功 成功實際上是一個大大的失敗 如果我們的成功 如果我們的成功不是按照神的旨意 如果我們的發展不是在神的美意裡面 如果我們的成功是靠著肉體血氣 如果我們的成功不是非常按照神的美意的話呢 不但不是一個成功 反而是一個大大的失敗 即使暫時有了平安 即使暫時 好像和睦了 即使暫時避免了一個衝突 即使暫時避免了什麼麻煩什麼事情 如果不是照著神的旨意 憑著信心 是失敗 我們的心裡都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心裡有平安 平安 平安 但是你知道嗎 不是所有平安都是好的平安 有所謂的假的平安 假的平安 好像 我終於釋放 根據什麼 根據什麼 基礎是什麼 是真理 是真神 是聖靈 是耶穌的保血 還是是 虛假的平安 所以平安是好 但是假的平安不好 非常的不好 寧願心裡不安 而不要一個假的平安 心裡不安 產生一個動力 要前進 要尋求 我們尋到了一個假的平安 沒有基礎的平安 一個 讓我們感到開心 平安 而且完全地消除了 或者說 挪去了我們那個迫切感 所以如果說 這個是人沒得救 平安是 除非是從神而來的平安 平安是你最大的仇敵 不安是祝福你的 掙扎是祝福 平安是 是滅亡的道路 除非是神所賜的平安 除非是神所賜的平安 對他說 因你 因你仰賴亞蘭王 沒有仰賴耶和華你的神 所以亞蘭王的軍兵 脫離了你的手 古時人 露比人的軍隊 不是善大嗎 戰車馬兵 不是極多嗎 是因你仰賴耶和華 他便將他們交在你手裡 然後呢就是我們的這個 名句 這個金句 耶和華的眼目便查全地 要顯得能幫助向他 心存誠實人 是個責備 他用神的美善責備他 你到底在幹嘛呀 你難道不知道耶和華是信使的嗎 你難道不知道他愛你嗎 你難道不知道他要幫你嗎 你難道不知道他給你這麼多寶貴的應許嗎 這個更是 好像比較這個 這個 接近那個原文的那個語氣 這個應許是怎麼來的 當然我們可以 在這裡可以斷將取義 反正你分開的看這個經文 是充滿道理 是真的 但是我們看在上下文 我們看在整個這個段落裡面 我們就知道這個才是差不多 這個才是人生 這個才是 比較逼真 跟我們差不多 跟我們差不多 我們的神 責備 警告耶和華的眼目 便查全地 要顯大能幫助上他心存誠實的人 你這是行的愚昧 此後你必有爭將的事 你看見了沒有 看見了沒有 他暫時 求和了 但是因為不是按照神的旨意 因為是有妥協的成分 因為是有血氣的成分 因為是有肉體不幸的成分 所以接下來呢 神的話領導他 你此後 必有爭將的事 你為了避免一次的衝突 你接下來一輩子的衝突 要經歷一輩子的衝突 值得嗎 值得嗎 這個妥協為了短暫 為了片刻的安息 一火一時的所謂的和平 這麼重的代價值得嗎 我寧願死 寧願死 我不要這個妥協在我身上 不要錯過神的美意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亞撒王他的心變了 實際上說亞撒因此 腦恨先見 以前他不是這樣子的 將他囚在堅裡 那時亞撒也虐待一些人民 所以一世祖成千古恨 就是說他錯在這個一個地方 我們看到接下來 他的生命突奔瓦解了 開始解體了 他的金錢 他的信心 他的平安 他的喜樂 慢慢地慢慢地流失了 流失了 非常的遺憾 在十一節 亞撒所行的事 字史之中 都寫在優大和以色列諸王記上 亞撒作王三十九年 你看這個十二節 實在是太可怕了 他腳上有病 而且慎重 病的時候沒有尋求 耶和華只求一生 所以他那一次不信主 他那一次不仰賴耶和華 他那一次不信靠主 成為他後半生的模式 生活方式 結果到個人 臨到他個人 這麼嚴重的 他沒有心尋求耶和華了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 就是他從一個小的問題開始 然後到了這樣的一個結局 到了這樣的一個後果 然後十三節 他作王四十一年而死 就這樣死了 這是個悲劇啊 這個是一個悲劇 我們知道 一個很好的開始 並不一定以為著 必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結束 所以是天天背十字架 不能背一天 然後第二天說我累了我背不了了 是天天要舍己 不能說我之前我上一星期已經非常地約束自己 今這個星期我要放蕩 放縱肉體 太累了吧 舍己 舍己 順服 是一輩子的 是一輩子的 信靠 是一輩子的 不是一次的 一次大大得勝 一次大大得勝 有可能 明天是大大失敗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提醒 我們也看到神的恩典慈愛 神的憐憫 神願意 向他一心 一心歸向他的人 他願意 以大能 扶助 他們 他願意 全大能 幫助 向他 心存 誠實的人 我就想到 那句話 我看到這個亞撒 這種事 有可能也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 我們需要看到 我們需要 因為這些經文 被 勸勉 責備 警告 然後我想到 那個 穆迪傳道的那句 那個 那個 見證 就是當他聽到 這個世界 還沒有看過 一心歸向耶和華的人 一心全心全力歸向耶和華這樣的人 神如何能夠 如何的 多麼豐富 能夠祝福他的 還沒有見過 還沒有過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 沒有幾個人 有這樣的心 要 全心全意 所以他就說 那我要成為那個人 我要成為那個人 我要成為那個人 你呢 而且我相信我能夠成為那個人 不是說成為一個偉大的什麼人物 不是 但是在我這個生命裡面的 神所定的這個境界 神所定的範圍 神所定的旨意 我要達到最高點 我要達到最高點 就是我要經歷神的大能 我要神的眼目 看到我 然後說 這個是我可以使用的人 這個是我要堅固的人 這個是我要大大的賜福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的心 他一心歸向我了 他的整個他的全心都属於我了 他把那些雜質 從這個裡面 雜質就是雜物 就是雜的這些東西 給拿掉 踢出去了 就像那個金屬 要用火來烤 就會把裡面的雜質給踢出去 因為他願意信靠 願意仰賴 願意順服 那我願意祝福 他已經說了他願意 而且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神的大能 神的奇妙 神的神祭 Amen 所以 現在我們要 再一次 來仰望他 來仰望他的大能 來信靠他 來回應他 來順服他 不要猶豫 不要猶豫 回應 順服 願主的靈開我們的信念 讓我們看到這個應許 是給你 是給我 而且我相信這個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一個 達不到的一個標準 但是並不是很容易 是要努力進窄門 不是很輕鬆的進這個窄門 是要有些努力 但是他不可能吩咐我們做我們做不到的 Amen 他不可能是在尋求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如果他的眼睛變差全地 要顯大能像他心存誠實的人 那就說明有可能人可以一心歸向他 我想我還沒有經歷到 這個全面的祝福 我經歷過部分的 大家明白意思嗎 部分的 但是沒有達到一個全面的 沒有達到一個 一個滿分的 一個十分 一個完全的 我心裡現在所可慕的 我不要在天國裡面這麼窮 你也不要在天國裡面這麼窮 我們實在是太窮了 不是金錢 不是物質方面 是信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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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必要 神的同在这个方面 信心这个方面 圣节这个方面 顺服这个方面 神的祝福 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这个方面 我们没有必要 一直过这样的 苦哈哈的生活 因为神为我们 所预备的是丰盛 丰盛 可是好像我们接受的是 没有饿死就好 记得我们讲过那个比喻 东欧有一家很穷 这个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 要到美国 美国很多的前途 前途无量 到美国可以发财 至少可以吃饱 在东欧那么穷 我们可能饿死了 所以有一个人 想了钱很多年很多年 好不容易的 买了他全家人 那个船票 要坐船过去 然后呢 因为这个旅途 要一两个月了 所以他也是 好不容易的 买了一些方便面了 买了一些饼干了 就是要压饿 就是要冲击 也就是不饿死的 等到到了那边 所以呢 但是他们心里觉得很不错了 我们在船上 全家人很开心 看到这个是豪华的那种 叫什么轮 游轮 游轮 然后呢 有一个餐厅 里面有人 那个 音乐啊 有人跳舞啊 有人吃丰盛的晚餐啊 每天晚上他们看 很羡慕 然后回到他们的那个房间 吃他们的饼干 吃他的奶酪 吃的已经很干了 但是还能够 还能够吃 吃的很干了 像我现在我的口很干了 但是 但是 反正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美国 然后那个人 快要抵达 美国东岸时 这个家 这个家长呢 他想到说 他算了一下他的钱 我还是有点钱 我看能不能破费一次 请我全家 就到那个 那个很荣 那个很豪华的 奢侈的那个餐厅里面 去吃一餐 最后一天晚上 所以他就 看他 拿着他的钱 就去叫那个传讲 传讲 先生 请问 就是说 一个餐票 餐券 就是 能够吃一顿 多少钱 我想给我家人 请一次 我们钱不多 可是反正 我想大概够一餐 传讲看了 瞪了他一眼 先生 这个都包括 在传票价格里面 每天三餐 冷 好不容易买了这个票 在床上已经开心的不得了 能够到美国 我还没想到 原来旅途 也可以这么丰盛 我们有时候 穷 其实穷是 我们的 思维方式 我们以为神不给 就像那个比喻里面 那个 拿那个银子的 然后去投资的 有一个拿了一个 一个银子 然后呢 他就把它 埋在地里面 为什么 他怕 他说 我知道你很 很严厉 我知道你很严厉 你会向谁很严格的来 来查 问 那个钱啊 这个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 神也是这样子的小气 恩典也小气 荣耀也小气 祝福也小气 能力也很小气 不是他小气 给我们这些 而是我们小气 用信心来得交 放过来 你不要责怪神 要责怪自己 神 总是对 你 我 总是错 充满信心的人生 是充满祝福的人生 没有信心的人生 是没有祝福的人生 或者说至少 祝福不多 吃些干的饼干 干的奶酪 冲击 生存而已 好 我们都在 同一 一艘 游轮上 都在同一艘 游轮上 要不要进到里面 听听音乐 跳舞啊 吃大餐 我要 但是要努力 进宅门 你们 努力进宅门 要设计 被十字架 付代价 我们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